刚完成更改校名的德弗兰国小的小朋友 带来泰雅族自创歌曲表演 此时彼刻国际插画剧文资插画展 在原著名的歌声舞蹈中揭开序幕 职人之手编织花灯 展现老祖先的智慧与记忆 今年插画展以此时彼刻为主题 强调不同时空季节环境 透过插画记录展现重要时刻 呈现不同国度 平行时空下发生的故事 职人工匠这样的一个职业 其实慢慢都已经在凋零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各种的方式 然后比如说绘画或者是影像各种方式 去记录这职人的 他们曾经存在的一个样貌 我的题材大部分都取自于田园风景 还有一些生态昆虫 当我看到白纹粉蝶在田园飞翔的时候 原来这个就是春天的到来了 所以我把这一个定做是一个失落的乐园 今年的特展共有16个国家 41位昌画家 工艺家及177件作品展出 希望带给观众多元的视觉饗宴 新唐亚太电视王源杨淑棉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众多元的视频